大家好,我編號18號,我姓詩,叫溫璇,林口街80巷的居民 首先要表達的是,我們非常,至少我個人是非常期待這個開發 可是,開發不應該是人民悲情的開始 好,下一題 為什麼會變成悲情? 到底是香蕉還是香玉葵? 莎莎分不清楚 我們真的搞不懂,這麼多次的會議下來 剛剛又有人算出說,有可能經過這樣子的容積率的改變 有可能會蓋到二、三十層樓 那上次有委員曾經跟我們提醒過說 沒有啊,這樣換算下來,兼幣率頂多11樓啊 那我們在緊張什麼? 對,因為我們香蕉跟香蕉葵,我們就是搞不懂 我們今天想要請教一下委員,到底是香蕉還是香蕉葵? 好,看一下 這個容積率在400的時候,兼幣率40 在3月27號的說明會說,平均13到15樓 那在建幣率30的時候是平均17到19樓 可是依照我們在網站上查的容積率跟建幣率 這樣的換算公式 小市民用非常不專業的方式去試算 大概是10樓跟13.3樓 那果真像上次委員說的,我們在緊張什麼? 可是那為什麼3月27號的說明會出來的資料還是這樣 13到19樓,而且說的是平均耶 那這樣平均一放下去,意思是說它的落差有可能10樓到30樓之間嗎? 我小市民非常不專業,非常不懂 那我只知道,如果依照這樣13,15樓,17,19樓換算下來的 請問大家是不是在偷渡容積率? 它換算下來的是,有可能是520到600,或510到570耶 下一頁謝謝 我和你可以解檔,對不起,我沒有辦法跟你平均 剛剛有居民說,我左手放熱水,我右手放冰水,那溫度剛剛好 我也要舉個例子,我一邊是冰山,一邊是火山 請問一下可以平均嗎? 這就是為什麼,好,這張圖比較清楚 為什麼可以告訴我們,社福用地是容積多少,供應用地是多少 商業區的容積是多少,還來一個全區平均 那請問一下這是怎麼回事,用來衡量土地開發強度的容積率 為什麼可以用個公園來跟它平均? 下一頁謝謝 剛剛也有居民已經提到過了 這個是環保署自己訂定的規則 上面明明有講,不管你是申請開發或是累積開發 只要打5公頃以上,你都應該進行環評 請問一下,從之前到現在我們聽到的訊息是什麼 說2.9公頃不打,所以不需要 是真的嗎?公然違法 下一頁謝謝 那回到這個剛剛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歷程我們也是挺好奇的 原本是11筆的私人土地 政府跟他說,我們要拿來做機關用地 所以我跟你徵收,傻傻的人民就乖乖的上繳的土地 結果幾年之後,現在要把它改為有商業區的 然後接下來,依照剛剛那個標準,應該要進行環評 環評沒有過,那你環評沒有過 你是不是就應該要回到當初的整體來思考 而不是還是繼續在沿用說,我可以區分三個 好,假設是這樣的話 好,那你是不是因為你改變了機關用地為商業區 你也失去了徵收私人土地的正當性 下一頁 跟原本是不需要人民來買單的 請問現在呢 原本如果是用BOT的開發商所提出的 11米的道路 福德街84項,拓寬至15米 社福設施,派出所這一些 每一個都是他們出錢 現在呢 如果是由商業區來挹注 對不起,前兩項沒有 社福設施可以挹注 派出所不蓋了 好,那請問一下 這中間的落差在哪裡 我們要求要降低商業區的規劃比重 把公營駐載融入商業區 謝謝